2022年8月19号 Question 香港议会为什么非成立不可 港版国安法为什么非撤销不可 Answer 成立香港议会 其实亦是呼应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日前就香港人权状况观察报告所做结论 要求中共撤销在香港实施国安法 香港基本法第三章第68条明文规定 香港政治发展最终将会达至双途选 2014年831人大决议不但无限期搁置双途选 而中共2020年年中开始在香港实施国安法 更凌驾甚至是取代基本法 无视在香港行之已久的普通法 践踏人权即严重违反联合国有关国际人权标准 由于港版国安法适用于世界任何角落 亦挑战了现存的国际秩序 由是中共已至港共一日不撤销国安法 香港亦无希望走向民主 成立香港议会遂有必要 以求彰显港人维护应有民主权利之决心 争取一人一票的基本选举权利 以上为光复香港广场手足整理 有关香港议会的Q&A 当以香港议会官网公布为准 Victor Ho和梁茂说 国安法不切除 香港民主就无可能出现 所以先制会有民主 我递讲香港各议会 香港要有一人一票 要真正实现全面普选 是基本法第三章68条写 低好清楚 立法机关最终达至全面普选 哪个就是香港人楷 即是望住个目标 你无信香港议会 你都要递基本法 香港议会其实即将 2014年人大常委会 831决议将双普选无限期搁置 而家要恢复反离 先无选特守住 先选做议会先 国安法不切除 香港民主就不可能出现 所以才会有民主 我们讲香港的议会 香港要有一人一票 要真正实现全面普选 是基本法第三章68条 写下很清楚 立法机关最终达至全面普选 这就是香港人望着的目标 你不信香港议会 你都要看基本法 香港议会其实就是 将2014年人大常委会831决议 将双普选无限期搁置 现在要恢复回来 先不选特守住 先选了议会先